uk 鸿烤 麵道 小姐 你好 哈喽 大家好 这位呢 这是今天为我们准备的料理的 红金知小姐 请问今天我们要准备的料理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准备的料理是 法月跟汤 法月跟汤呢 原本这道菜是从法国引进越南的 但是为了配合越南人的口味 所以加了很多越南的调味料 那今天我们就来到这边 就是要去找越南的调味料 这个呢 是我们今天这道菜最重要的食材 这个是椰奶 然后这个是鱼露 那是做调味料用的 然后越南人呢 最主要的调味料之一 可以代替盐去做食用 这是我们早上刚去市场买回来的食材 所以呢现在我们要开始来做这道菜了 番茄呢在这道菜里面是最重要的 其实也可以用打果汁鸡去打的 但是打果汁鸡打的时候呢 它会很碎 很碎的时候煮出来就没有感觉吃到那个番茄的肉 那像这个法越农汤它背景有什么样的故事啊 那时候十九世纪法国殖民越南的时候 一些法国的一些军人对于当地的食物是最不习惯的 所以他们就会引进他们的文化 那越南当地的一些妇女在服务这些法军的时候 他们就学到这道菜 所以就融入越南的一些调味料 所以我们现在番茄用好了 我们先下去滚汤 因为我们主要就是要去滚这个番茄的汤 听金芝姐说 在越南想要吃到这一道法越羹汤 其实也不是这么容易 它可是要在乡下的喜宴场合才能吃得到的哦 而它在九岁时在乡下偶然吃到这道料理 从此开始对它念念不忘 一直到国中又再次接触到它 从此以后 它立志要把法越羹汤变成是它的口袋料理 番茄的汤头我们煮了快十分钟之后再加红萝卜 因为红萝卜比马铃薯难熟 比较久一点点 所以马铃薯之后我们再加 我们现在开始起锅 然后呢来先炒那个爆香的一些食材 蒜加越多越好 因为越南呢很爱爆香那个蒜 然后我们洋葱先加下去 因为洋葱呢同样跟蒜呢炒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会出香味 这个过程呢就可以丢鸡肉下去了 丢鸡肉下去之后就要开大火 除了鸡肉外 金之姐说在越南有很多人用牛肉猪肉甚至是海鲜 来取代鸡肉 口味也是很棒的哦 那刚刚我们有讲到鸡肉嘛 鸡肉其实是越南最主要的调味之一 它其实它是用鱼 然后跟盐 一比一的方式去做腌汁 就是它去腌大概五到六个月 那我们炒到差不多的时候 你看它的肉开始收了 然后它的鱼肉已经生进去那个肉 然后它开始有一点洋葱的那种稠稠的 有没有 是 好 当所有里面的食材都呈现熟的状态 然后开始汤会有一点点稠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可以加盐奶 盐奶是我们这道菜就是发越混合的主要的调味 然后记得要一直动 它的盐奶就会散到外面去 如果你不一直搅它的话 你这个盐奶就会在某一个地方会结 变成一块一块的 对 然后开始搅之后 差不多两分钟就可以关火 我们就可以上菜 这个就是我们发越跟汤的这道菜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法国跟越南组合的末话料理 对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发越羹汤 哇 好香喔 可以 副长什么来了 刚才有人说这里有异香啊 很诱人 我特别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发越羹汤 副长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通常来吃这个发越羹汤的时候 都会粘法国面包吗 对 就会加法国面包 然后是他们越南人的早餐这样子 这道发越羹汤你觉得 讚 越南组合的没得比 这有夠讚 好棒 其实这道发越羹汤啊 在那个一般餐厅很少会煮 对 然后大部分都是一些节庆啊 或者有婚宴啊 请客才会煮 难怪在越南餐厅吃不到这个东西 副长 你平常会做菜吗 一点点 当然都煮什么给家里的人吃 最擅长 番茄炒饭 我们这道菜也有番茄 我回去好好学一些 把这道学一些 我那个师傅给你 真的吗 我刚刚在旁边有学 真的吗 那你下座 如果能够煮这个味道 我一定马上来 好 把这一汤带回去吃比较快 副市长你记得晚要还我 不玩了啦 这么好吃我还还你 还你就是你再吃一汤给我啦 副市长 我还要还我 好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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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